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 弟兄姐妹请坐 他说 岂不知道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到奖赏 这里头保罗说这一段的时候 他用了两个有意思的字 当我们只是在读赛跑 那你就要去看到他原文的意思 原文他用了一个的字 原文他用了一个字叫做studio 这个的字后面就慢慢的就变成叫做stadium 就是整个的广场体育场的意思 所以他说这个的赛跑 用这个的形容的时候 他就是在形容一个人在奥林匹克所跑的 所以一个人他说在赛跑当中 要像在奥运一样的跑 一个奥运的选手就要注意他吃什么 喝什么 几点睡觉 怎么样子去跑 他的纪律在那一边锻炼着 为了要跑这个的赛程 但是常常我们就只是在这一段 不止 他说你这个的赛跑 我们常常就想说 对我们需要有纪律 我们需要挑战 教会一直讲这个 但是你知道他还有另外的一个 很重要的意义存在 当他讲说是studio的时候 这个的意思是 有人在那边观看着 是坐在一个体育馆在看着你 成为基督徒 我们跑步不是在河滨公园跑步 没有人在看 不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阳光公园那边跑 没有人在看 不对 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在跑的时候 是众人在看 看着我们活出来是什么样子的生命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是应该成为一个的见证 当众人看见到你的时候 他们会像在奥运一样的 替你鼓掌 欢呼 Amen 跟旁边人说 你可以看我赛跑 多么样子重要的一点 我们不只是锻炼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人在看着的 你知道谁在看你吗 你的孩子在看你 你的孩子看你 你的孩子看你晚上有没有 夫妻一起祷告三十分钟 真的 你的孩子在看你 你的孩子在看你 是否你的信仰是真的 你的同事在看你 老板骂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大家一样在那一边讲八卦的 在那边骂老板的 你的亲戚在看你 他们坐在那边看你 你说多么样子不公平 对不起 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 就是这个的赛 然后但是后面 他就说了 这段经文 他是说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得着 他也很有意思 他是蛮有动作的 这个的得着 在原文当中是这个的字 OK 叫做 Cata Lampete 或者是另外一个形容是Cata Lampano 他讲的是什么 他是完全的一个形容的动作 是一个东西从上面掉下来 你跑步过去 紧紧抱着它 所以他得着不是我们想象 就赢了 不是像是路跑 每个人都有奖牌 所以大家就慢慢 不是 对不起 我想不到更好的一个形容 有一点像是抢头箱的那一个感觉 你们知道吗 在别的宗教都有 他们为了抢那一个 他们是跑了过去 然后 抱着 紧紧抓着 不让别人有 然后甚至是 他说像角力选手一样的 抓住 把他摔到地上 拥有他 就是多么样子 想要得到这个的奖赏 就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了 在你的信仰当中 你有没有这个样子的认真的说 主啊 那一个样子是我的 我跑这个赛程 众人在看 而且我要得着的时候 我是要这个样子 奋力的去抓住 奋力的去抓住什么 奋力去抓住 上帝要给你的恩典 奋力去抓住什么 奋力去抓住 你家人的救恩 奋力你要去抓住什么 你要去抓住 你自己生命当中 那一个的突破 你要奋力的去抓住什么 你要抓的是什么 还是你的祷告 就是我想到的时候 我就祷告一下 还是你是奋力的去抓的 你说主啊 今天我做这个的服事 我没有退路 我就是要紧紧抓着你 因为我必须要看见到有突破 你在你的工作上面 主啊 我今天就是要紧紧地抓着 好像摔角选手一样 看到这个的宝物 这个的宝贝 我抓住它 我紧紧抓着 不让任何别的人得着 你在神的面前 有没有这个样子的去祷告 这段的经文讲的就是这个 我们要求上帝 祂说主啊 我将生命献上 为祢而活 为祢呼吸 我将身体献上 是要当作活 生命献上 要传扬基督的生命 让众人看见到我们的生命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像在体育场 看见到我们 看到我们最后 抓到哪一个的墙上 紧紧抓着这个的墙上 我们一起起立 能够了解 为什么每一次牧师说 祷告要更热情的祷告了吗 因为你是在这一边 要去把那个恩典 紧紧地抓住 拔下来属于你自己的 除非你不要 但是今天晚上 你要跟神要什么 今天晚上这是你的时间 这是你要来得着的 你要有拥有的 好不好 举起你的双手 喊三声主啊 你开始大声地向祂来求 你可能求的是你的工作 你可能求的是你的家庭 你可能求的是你的服事 你求的是什么 你家人的得救嘛 向祂来求 喊三声主啊 一二三 主啊 主啊 主啊